辽宁小张带老妈护飘十年 白天卖保险 晚上干酒吧 老妈更是一天打三份工 母女俩勒紧裤腰带还是买不起房 住的小出租乌乱七八糟 外加一只拆家的狗子 每天拆的都不一样 一成不变的只有小张的薪水 小张还在墙上写事鼓励自己 老妈看了摇头 房东看了气上心头 说好一个人住 家人就算了还带条狗 要么租金涨两千 要么下星期走人 小张灰溜溜带上老妈火速搬家 新租的房子地段相当好 就在上海老实库门 配上剥落的墙面 开裂的地板 租金只收你三千五一个月 房东也知道房子烂 允许小张自己改造 骗小张开心的一口气 签了四年 老妈一看这房子还不如上一家 气得她好几天都不愿意回家 留女儿和狗一块睡 这小破地多看一眼就会爆炸 老房子通风还差 发霉的味道还浓郁 房型挺特别 是个梯形 墙壁是斜的非常有个性 地板脆到一踩就穿 就这还有二楼 从直梯上去人得蹲着 上来就躺下睡觉 提前预防膝盖酸痛 唯一的优点就是家电齐全 小张买来就是不用 全便一次性的 能坚持使用的只有冰箱 里头全是过七五六年的罐头 最炸裂的还得是小厨房 真正的厨位一体 把桶和灶台安一块 头顶还能洗澡呢 配上两个浴霸灯 做饭如厕洗澡全包园 简直是空间管理大师 按老规矩设计师先体验24小时 做饭得非常小心 抬头就会撞上油烟机 做一半电压不稳还跳闸 连马桶盖都得用来当操作台 做顿饭小厨房里全是油烟 马桶鸡翅新鲜出炉 吃饭就一张小黑桌 好在味道不错 等洗碗厨房也没地方 马桶又解锁新功能 吃完饭设计师开始测量房型 二楼最多一米二 坐着堪比坐牢 一不住一斜就会被狗砍了 好在房子门口还有快空间 拿来做卫生间挺合适 等老妈下班回来看见这房子 怀疑女儿脑袋有问题 母女关系都快破裂了 晚上设计师睡楼下 母女俩几楼上 趁女儿出门遛狗 设计师刚想说句悄悄话 床板突然就做她了 这下还睡啥觉 直接改造吧 小张带上一堆小黄帽 亲手把房子砸了 拆完就剩几面土墙 户型像个大砍刀 没等开工 就被邻居叫停 改造时间只有一个月 等跟邻居打好关系 工地又意外渗水 水池深度都能养鱼了 防水防潮要搞一搞 就怕把房子干它了 往下挖又出个十吨 横梁还等着拆除 这么多问题 把设计师都干懵了 过了两周 小张母女上门查看进度 发出灵魂质疑 这楼梯这么矮 空间这么小 采光通风都没有 看完心里挖凉挖凉 设计师还得继续调整 母女俩转头就去超市大采购 硬装不行就软装来凑 两人装上满满一车 这也要那也要 老妈懂节节 女儿爱消费 家里就那么点地根本装不下 母女俩眼看又要掐架 节目组火速送一位收纳专家 先帮女儿断舍离 卖掉闲置小家店 问了几家都不愿意收 最后500块跳楼价全出 小张再也不敢乱买东西 房子经过一个月的装修终于结束 这套不到20平的砍刀房 设计师用原木色和白色搭配 房间看着变大了一点 最牛的还是厨位分离 马桶和淋浴干湿分离 中厨和西厨都有空间 满足母女俩做饭的需求 改造前的二楼直不起腰 改造后的二楼近身高一米八 人总算能正常生活 收房的日子到了 母女俩的内心忐忑不安 房子总比没装之前强 设计师贴心地把门牌改了 写了就要幸福 推开门把老妈激动哭了 从大门开始设置折叠脚凳 方便老妈换血 走进是一块操作台 设计师降低楼梯高度 眼睛看得见就不会撞到 底下是西厨的操作空间 配备水龙头 抽屉拉开是个案板 凳子一摆就是小餐桌 总算能摆上四菜一堂 网里走是正经厨房 抛开马桶鸡翅不说 总算有了个中式厨房 配备抽拉式水龙头 灵活得很 排气有隐藏油烟机 完全不占空间 减少油烟污染 最里面是新卫生间 完美利用废弃的储藏室 浴室简洁明亮 边上配有小窗通风 老妈总算放心了 网里最大的角落就是卧室 设计师还将窗户扩大 室内装有新风系统 房间里的空气质量 堪比森林公园 脚底的踏踏米打开 是个升降餐桌 底下的收纳空间 用来放衣服 凳子摆一摆就是会客厅 每个鸡脚嘎拉 都被做成了储物 还给狗子在楼梯底下 挖了快狗窝 送台扫地 机器人清理狗毛 老妈的卧室在楼上 上来总算能站直了 墙边还是块办公桌 高度刚刚好 床板用隔音玻璃 看着不会压抑 母女俩有了自己的空间不说 外头甚至还有个小露台 墙面全用木板装饰 在家窝久了 也能出来晒太阳 设计师还给小张 准备了投影 写在墙上的话 都给你找来了 相框里全是小张 互漂十年的回忆 属于小张的床靠墙折叠 背后是一家三口的全家福 母女俩都非常满意 设计师感叹总算没白忙活 房子虽然是租的 但生活是自己的 老妈总算同意小张继续互漂 装修费用全由节目组承担 房东获成最大赢家 以后租金又能翻一倍